148 東方日報 港人後代英附警潛水失蹤 2015年7月9日國際A31在英國增淫軍人 現職附警的27歲港人後代 周日在加拿大卑斯省度假潛水時失蹤 至今仍未尋回 生死未卜 為當地搜救人員周一晚已停止搜救行動 其在香港的家人更是心急如訓 網上寧願要求當局繼續搜救 朱敏昌潛水失蹤 至今仍未尋獲 互聯網圖片 失蹤附警朱敏昌Timothy Chiu在周日中午時分 在加拿大維多利亞的瑞士招Rex-Rokes潛水時 與教練分開後失蹤 當局一度進行大規模及大範圍六空搜救 但並無發現 維多利亞救援協調中心於是決定停止搜索 強調救援人員以因應水流情況擴大搜救範圍 四年前當選英軍年度士兵 朱敏昌居於本港的兄長 Joshe 極度希望當局能夠繼續搜救 他稱朱是前英兵 擁有求生技能並經常面對挑戰 亦爭於2011年當選英軍的年度士兵 Joshe正進行網上請願要求繼續搜救 並稱 我們對朱敏昌仍然生存抱有很大的希望 一定要盡快找到他 他亦在聲明中稱 家人正要求加拿大和美國當局 以及英國領事館協助搜索 朱敏昌現職為倫敦附警 從其網上履歷所見 他曾擔任教會義工 英國皇室住所克拉倫斯江的導遊及在下議院任職 近年他修讀法律課程 原定於本年九月在英國稅務海關總署當實習律師 他與一名兄弟居於倫敦 而Joshe和父母則在港居住 朱敏昌出事時正於溫哥華度假 並打算之後到美國西雅圖及三藩市繼續行程 除了家人 朱敏昌的好友易一同在社交網上呼籲有關當局不要放棄救人 並祈求朱敏昌平安歸來 一名皇姓女網民稱呼朱敏昌作大哥哥 在facebook留言 我的大哥哥甜 你貫納外都是個堅強的人 是永不放棄的那眾 請支持下去 多名親友更響應網上請願 並加入hashtagrescutemode 呼籲大家祝加拿大當局恢復守救 多名基督教教友也表示會為他祈禱 希望他平安 本部綜合報導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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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